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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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因为我们那时候入行没几年就是有机会参加竞赛 然后电台就说你可以去广电基金会的图书馆 就可以去听到历年得奖作品 那是我第一次进到那个基金会 那才知道说就像你刚刚讲 我当时发现原来他们有那么多课程 可是我们以前完全不知道 他在2006年 2007年休息了 就关掉了 然后那个资料好像变到文化部吗 我也不晓得 所以那些美好的有声资料都去哪里了呢 还是现在去了国家影视厅中心呢 我觉得其实很多组织再造或组织重整的时候啊 他会把上一个阶段的资料啊 我想给你摆到哪里去 像新闻局没有变文化部的时候 我那时候因为常常去开会 我又要去要求一个资料 就是我要找当年歌曲被禁播的 那些理由的公文是会有发嘛 是 后来他给我的回复是 碎子鸡碾掉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你听了我会觉得很荒唐啊 那国家文物我也不要这样子啊 他没有把它当文物好吗 唉好吧还是会这样 他有一种想法好像是 这应该是一个不光荣的记录 还是把它毁灭的 不是这样讲的 真的不能这样讲 所以我都只能在后来 访问到一些歌手啊 名歌手 我就说你们还记得这个歌 被禁播的原因吗 是 像王梦玲大哥就说 然后再重新把它建构起来 他说我有写过一首歌叫木棉道 红红的花开门 然后木棉道啊 然后那首歌第一次送神就被禁啊 是 他说你知道有爱世荣战官 官战 我想说这什么鬼理由 所以其实 想到这个事情就是 嗯 一个传承是很重要的 嗯 有些事情 你没有把它记录下来 或是传下去就没了 对呀 那老师其实就是 也是做这样的一个工作 而且 早期 嗯 我说要找几个人就是 上个世纪好了 老师可能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 那个口说耳传 对啊 这样子的功能 对啊 没错 可是现在好像 因为现在老师好像也很怕当这个角色 因为有太多恐龙家长啊 恐龙校长啊 恐龙议员啊 对 然后大家就变成说 不关我事你自己回去好好教 对 就变成这样了 我们就来讲到一个 为什么老师不敢 嗯 放胆的说 或放胆的教 我觉得是这几年 变本家庭了 对 有一个跟我们比较直接影响到的状态 嗯 我们先不讲恐龙家长或校长之类 嗯 讲到因为学校都会有所谓的教学评鉴 对 尤其是大学生嘛 是 大学生他就会写一个什么教学评鉴 那当然 美其名是提供教学品质 优化内容 对 对 当然因为这几年我们也 有时候看到那教学评鉴就会想说 我就觉得就是 我也是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在这边背课 但学生有时候很像红卫兵似的 哦 对啊对对 批判你 然后而且他回答的内容你会想说 有事吗 你会想说你有在这个课堂上吗 对啊 你人有在这吗 你灵魂有在这吗 你怎么会问这个问题 或者是 我就跟有心哥曾经分享过一个case 嗯 其实我觉得我要先说我很开心 我十多年都碰到了 大部分都是90%都非常enjoy 我们一起学习的学生 运气很好 对对对就是也给我蛮好feedback 但是还是会有一些蛮奇怪的回应 像是 就是在刚过的这个学期 嗯 我就得到一个教学评论就是内容就是说 老师好喜欢 老师你上课好热很热情 嗯 然后也很什么很认真什么 然后但就出现但是 只要但是一定 就不是好事 对对对 他说但是啊老师可能是比较偏爱某几个同学 都只跟某几个同学来谈话 下次应该要跟更多同学 点更多同学来跟同学谈话 才不会让老师有偏心的感觉 然后就整个傻眼欸 就是 我 那你会提一个我朋友遇到的 好啊你讲你讲 我真的还在傻眼中 他那个评论我觉得你也会傻眼 老师我还蛮欣赏您的课的 可是你每次作业都在勾我写的错字有哪些 我记得我修的不是中文课啊 就是我给你一些正确字的写法 也不行吗 我的意思是 你这话不是自暴其端吗 对啊 哈哈哈哈 太好笑了 这啊反正也是有 也是有这个 还是说学生自尊心很重齁 就被批错字也不能接受这样 但是难道你们譬如说他们最常出现的就是傻呀 的啊 之类的 都已经这么大了 哈哈哈 老师圈起来也不行吗 还有 我还有一个老师更可怜 就在学生前说 老师你是没有钱洗衣服吗 你每一堂课都是白衬衫 哈哈哈 什么啦 这是什么烂东西啊 你看同学们评论你又不会很想哭笑不得 感情他是上什么服装设计课 然后我觉得有很多学生 不少是不知道不长眼还不知状况 他可能误以为每个老师都是靠这一 这个课活的 对 他就觉得我只要这边对你怎么样 你就 你就要改进 你就要改变服务态度 对 殊不知其实很多人是监客来这里 没错 想要回馈一点 他哪有在care你写这些有的美的 没错没错 你拿这个去要挟他 说我们 我们会跟学弟妹说 以后不要修你的课 这是什么鬼啦 fine ok fine 所以碰到这些 因为我觉得我们的性格都是 会先要求自己的 所以你当会碰到这些 其实不是很合理的回应的时候 我觉得我们某种程度 一定会觉得莫名其妙 对不对 但是我觉得某种程度 我也练就一个就是 不要往心里去 我不想要让这个事情来影响我 教学的热忱 当我后来 从世信到政大再到北一达的时候 北一达之前是我教的最开心的时候 是 特殊状况的学生几乎是没有啦 大部分都是很状况内这样子 对 比较有状况真的是 我在政大教的那几年 这种奇奇怪怪的状况这一段 我在世信教那几年 其实还也没有这么严重 所以我有在想说 是学校的问题 还是世代的问题 或是你刚好碰到的问题 我晓得 也对 就是你不知道是哪一个环节 对对对 所以以至于你回去想 你要改进修正的时候 你也会觉得说 那如果问题不是我的话 那我要去改进哪里 对因为你 譬如说你同样的一套做法 在世信可以work 对 在北一达可以work 但是为什么在政大不能work 所以 所以我们也不要一直往里面纠结了 对 后来就觉得这样没意义啦 好啦 不然我们回来讲点开心的 教师姐开心的吗 我觉得 每次到这个时候 我还是会想起一些 对我影响很大的老师 你总会也有吧 有啊 当然啊 有有有有有 这些年甚至有些学生也有影响到我 当然是好的部分 教学相长 对不对 对啊对啊 甚至可以约喝酒啊 还不错 虽然酒钱都有出啦 但是也是开心啊 其实我觉得我为什么会这么觉得说 如果有机会可以继续回大学里面教书 因为我觉得我们都是做媒体的 就是我理解一下这个世代他们的各种状况 我们的工作场域跟所学 必须一直跟新的世代对话 对啊对啊 那在学校这个场域是很自然可以对话的地方 是啊是啊 像我们说 现在已经是一片红海嘻哈音乐 对不对 我这些年其实听的很多都是学生跟我推荐的 哦 因为我自己本来就不是要不主动去听这一方面 但是他们老师没事跟我分享的时候 我就被迫收听 而且听听也觉得蛮有意思的 所以这是我觉得教学相长一个蛮好的地方 尤其在现在网路已经这么普遍的状况里 每个学生彼此之间可能都有对方懂或不懂的事情 对啊对啊 跟老师当然更是 肯定是肯定是 所以教学相长其实在这个世代会更明显才对 对啊对啊 讲一个你最最感激的老师好吧 我最感激的老师 哇这个有点曲折 应该是我小学五年级那一个老师 叫陈永寿老师 也是我五六年级的班导师 我记得那时候重新分班的时候 我分到这个班级 那老师那时候就是在分配座位啊 做好什么的 那其实我小学一到四年级工会都不好 都是班上倒数十几名的人 哇 对那时候一班都五六十个人 对对 所以其实不是很突出 那我五年级分到这个老师 这个班的时候这个老师就有问说 欸你喜欢什么 興趣什么 那因为那时候有社团活动 对 然后他就把我放在他的社团里头 嗯 好像是艺文社吧 哇这个社是在做什么齁 就是 感觉很文青欸 对就蛮有点文青 那艺文社就会被派说 欸你要去参加朗读比赛 你去书法比赛 对 就真的很艺文 了解 然后他就点我去参加演讲比赛 而且那时候我们学校马兰国小 台中马兰国小第一次办集席演讲比赛 哇酷欸 就想抽题目 抽到题目就开始讲 而且是前一个讲的时候 你才能抽题目 所以大概就三五分钟准备 对对对对 啊我抽到了我就上去讲 你记得题目是什么吗 我 我记得好像是小学生 该不该背书包这个题目 哇酷欸 对对对对 然后讲完那一天 就立刻公布我是第三名 然后他就觉得 欸这个小朋友还不错啊 嗯 他也没有管我一到四年级成绩好以患 是是是 然后他就跟我说 美永兴你以后呢 就每天来跟老师背两首唐诗 哇 律诗或绝句都可以 五言七言都没关系 是是是是 啊你就不要写家庭作业了 嗯 然后你知道他的家庭作业都是生字写二十遍 哇 所以那一刻如果两百个 二十个生字就要写两百个 我就说哇疯掉 不用写作业只要背诗哦 好啊很开心啊 真的 对对对对 然后他就叫我去买泰格尔诗集啊 叫我去看很多这一类的书 好棒 你小时候就有人跟你说去看泰格尔耶 太酷了吧 对对对对 然后就看看说 哦原来泰格尔跟徐志摩见过面了 好特别 对一个小学生讲这个事情的时候 老师跟我的对话很正常 可是旁边有小朋友会觉得 你在想什么 对对对 后来那时候台中办那个全线新诗比赛 我就去比了 我就拿第一 哇 我还记得诗 他是现场公布 有点像考状元有没有 公布作人题目 很酷耶 然后公布那题目我永远记得 因为就写了大大的两个书法字 小语 哈哈哈哈 好酷哦 对对对对对 可是那个诗我已经找不到了 我好几次很想回台中社交馆去 搬出第一届新诗比赛 很酷太棒 看看我到底写了什么 对 所以那个老师对我影响很大 然后我去年 见到我的小学一年级的班导师 汪汶真老师 哇 对 因为他的女儿现在在当校长 然后我们有加了脸书 嗯 然后他说他妈妈突然想起了我 哇 我们就见了面这样 啊我有问他说 欸我后来小学一年级 那个陈永述老师 他说好像前几年走了 哇 对 所以你很久没联络 你再听到消息是他不在的时候 嗯 其实会有点感伤的 真的 对 谢谢陈老师 是 栽培了我们一个国家的栋梁 哈哈哈 那你呢 哈哈哈 哦我觉得也是想到一个小学老师欸 但是我们现在就是联友 哦 我后来想起来我们小学老师 他当时教我们的这个年纪 就是我现在这个年纪啊 嗯 他以前就是年期气盛的 骂人很用力的 哈哈哈 但是因为他呢 教了我讲所谓标准的国语 哦 因为他是那个年代有在国语日报教作文的 哦 这个主修国文的老师 是 那因为我就说我们小时候是住在比较乡下的地方 所以我的同学大部分都是劳动阶级的家庭 嗯 所以隔代教养的情况比较多 了解 然后或者是讲米南语的比较多 是 所以孩子们都有一些奇特的口音 哦 像我其实是台中人的家庭长大 所以我其实应该要有台中腔 哦 可是这个老师呢他就教你讲标准国语 然后他也发现可能我对演讲OK 所以他就 在我五年级的时候 开始训练我参加演讲比赛和作文比赛 那你也是小学五年级耶 对也就是在那时候 哇好关键的时候 对对对 然后因为小时候 我小五就去参加中广儿童和唱团 那时候是在新公园做表演 他那时候为了要支持我 他还带了好几个同学去 因为那是课余时间 哦 我还记得老师就带着同学们来看我的表演 我还拍了一个照片 哇好好 对然后现在我们的这个 然后所以他教了我作文嘛 还有讲国语的标准国语 这是对我来说是很重要的印象 你讲到标准国语 我不是说我去年才见到 我那个小学一二年级的班导学 是是是 你要晓得我小学一年级之前 进小学第一天之前 我是不能讲国语的 蛤你你真的很夸张 我都讲台语 你这真的很夸张 我都讲台语的 有没有学过 哇 所以第一天上课 很多小朋友已经读过幼稚园 我没有读幼稚园 是 所以那个啵啵啵 我是从一年级第一天慢慢摸索 哇 然后那个温文真老师是很有耐心 他就一直 因为我五岁半 我是跳升 就是我幼稚也没有念 直接去念小学 是是是 而且校长跟训导学都说 先看能不能跟得上 跟不上就第二年再重读一次一年级 了解 可是我我算够聪明 所以跟上了 然后那个温文老师也是觉得 诶这个小朋友 不会说国语 嗯 可以 遭到国语自诊腔圆 那应该是很聪明的孩子 而且后来还成为了一个广播人 对对对 所以各位老师还是不要放弃你的学生啊 对对对 你看我小时候都很奇特 我都只会讲台语 然后我都听夕阳歌曲的唱片 对 你看我的童年是在台东这个地方长大 结果你现在成为了一个 很妙 都会当中的一个speaker 很妙啊 对不对 真的 所以真的是要很感谢老师 没错啦 虽然说在很多的阶段 你会遇到不同的老师 有些老师可能变成过客 有些老师成了你的贵人 或者这个老师 他并不知道他变成了你的贵人 嗯 可是你都要很感谢他愿意 这么无私地教你 真的 一段期间 真的 改变了你不晓得人生的某一个阶段 我要谢谢所有我爱的老师 哈哈 还有曾经骂过我的老师 我都感谢他 我想不爱的你应该也忘了 哈哈哈 真的 不要留在记忆中太久 是 我希望我们都尽量给 曾经被我们教过的人一些帮助 对对对 没错 教师姐快乐 谢谢大家 拜拜 拜拜 亲爱的听众您好 这一次要讲的题目是 我早就该去空军公墓了 抗战时候的小朋友 加龙哥 他妈妈杨阿姨 我们两家人 曾一同从江西沿山去南城找我的舅舅 很多年以后 我们在台湾 又和杨阿姨加龙哥相逢了 杨阿姨告诉我们 自南城分手以后 他在陶陶招待所又住了一段时间 有朋友们介绍 说干南专区新来的专区主任委员叫蒋经国的 他很有干劲 许多人都听到他的名字就去了干州 那时候杨阿姨就带着加龙哥到干州去工作了 一直到抗战胜利 加龙哥后来改名字了 叫李智利 后来他在台湾考入了空军官校 成为优秀的战斗机飞行员 还编入了雷虎小组的第二队 智利哥是我最知心的好朋友 我们两个一起在台湾度过惨绿的青少年时代 我终于到了碧潭空军公墓了 四十年前就该来的 两名替代役的小伙子在前面又蹦又跳的领路 我捧着两盆兰花进入了一片墓地 放眼看过去 地面上斜躺着好几百块齿鱼建方的水泥墓碑 排列的很整齐 就像入伍训练那时候早点名时的队伍 智利哥的墓碑在哪里呢 哦 是632号 我顺着号码慢慢地找 水泥墓碑上的字集都相同的 写着每位飞行员的简单履历 文字非常呆板 这大概就是军中的制式处理吧 632号水泥墓碑在两棵小松树的下面 我将兰花并列在墓碑前面 仔细读着水泥碑上的字 上面写着李智利少校飞行官 他的籍贯年龄空军官校某某期毕业 与民国多少年几月几日 驾机执行照相任务 因公允命 墓碑简陋的这个样子 居然还用允命这两个字 智利哥出生入死 在空中巡逻了千百次啊 因为飞机机械故障而实施 那么再冷酷无情 也该算个是应公寻职吧 允命是个带有侮辱性贬义的词 用这个来叙述一位 英挺飞行官的人生完结篇 我顿时怒火攻心啊 想纵生而吼 世间无道 就把人当作一次性使用的消费品 真是轮延 真是轮常丧尽如四啊 摔老无力的我 又去哪里争辩呢 我注力在杯前很久很久 很久 智利哥本名加龙 是我幼年最好的朋友 那年我们还都是年轻的小伙子 我陪他去体格检查 操场上简单的搭起来几个帐篷 三五成群的考生 结伴等候在帐篷外 那个时候的体格检查很简单 就量量身高体重 用听筒听听心肺什么的 眼睛的检查比较仔细 医生翻看数据 然后问他 你是来报考空军关销的 这里说不是 我是考空军基校的 哦 你的私立很好啊 考关销也合格 下一间帐篷是检查肛门 医生叫智利把裤子脱下来 他就顺势蹲了下去 医生就说 你这样蹲着 叫我怎么检查肛门呢 我顿时大声的笑起来了 走出帐篷 智利在我耳边低声狠狠的警告 你小子要把刚才的事情讲出去 我就宰了你 体格检查顺利通过 放榜那天我们一早就去了 他的名字赫然列在空军官校的录取名单上 我惊呼 你考的不是空军基校吗 他落出笑容来说 哎 要是行的话 总该做个天上飞的吧 事态很严重了 智利的妈妈坚决反对 二次当空军飞行员 认为那个职业太危险了 我问他 你姨是在做了手脚啊 回头怎么向阿姨交代呢 他说 比试以前我改了报名志愿 没问题的 老娘那边我摆得平 我们叫智利的母亲阿姨 从有记忆开始 阿姨和我妈就是好朋友 两家的小孩是一块长大的 阿姨早年失婚了 工作不稳定 带着儿子智利到处的奔走 智利一直换学校念 所以她的数学跟英文的基础根本就不扎实 她常把English说成阴沟流水 后来阿姨又再嫁了 智利哥才稳定的在一所公职学校都土木科 她很喜欢测量 这是她最喜欢的科目 她画出来的测量图啊 漂亮极了 可是大学联考这一关呢 很不容易过 智利哥没考好 分数比较差的就是英文和数学 我们私下讨论过 就安下心来好好的再上补习班 蒙涛英勾 补数学明年重考一定没问题的 阿姨有一天同她先生商量 能不能让智利上一年补习班 那位做继父的面色严肃 从头到尾不打枪 阿姨也不好再提了 记得有一天下午 记得有一天下午 我和智利哥在路边摊吃完福州混沌面 然后就在街上乱逛 她突然爆跳如雷的大叫 妈的臭 她也配她也配 我完全知道她为什么发火 但是又怎么样呢 我问她 那你打算怎么办 她说考军校 不相信自己走不出一条路来 智利哥同她老娘商量 要投考空军官校 阿姨急到发狂啊 跑到我们家来向母亲诉苦 她又拉住我说 你同志利是好朋友 叫她千万别去干那种最危险的职业嘛 我只有这么一个儿子呀 然后阿姨就泪崩不已了 最后母子达成协议 智利哥只准考空军计校 可是后来阿姨怎么又同意儿子上官校呢 这个详情就不大清楚了 我一直认为 要智利补习的事情遭到拒绝 是阿姨的时机没掌握好 他们夫妇都爱打麻将 经常到我们家来搓个把拳点 然后抢着上桌 那天我们家里只有一桌 阿姨在一旁看了四拳的歪脖子狐啊 然后大家站起来搬风 她先生并没有让闲的意思 正要在北风位置坐下来 阿姨忍不住了 一个箭步窜上去 顺手将北风坐的椅子往后一撤 她先生不查 一屁股就坐下去了 当场摔了个四脚朝天呢 她站起来满脸通红 不发一言到悬罐里穿鞋子回家了 阿姨若无其事地坐下来搓麻将搓到半夜 后来我得到消息 那个屁股堆事件发生的第二天 阿姨就提出来要智力哥上一年补习班 人家还在气头上呢 自然躺不下去了 你知道你职场的招牌优势吗? 你的职场差异化在哪里呢? 大家好 欢迎收听 不是你想的领导力Easy Manager 没时间读商业管理的书吗? 不是你想的领导力 是能让你用听的读书会 今天我们继续一起读这本 哈佛深夜好评的好书 The Making of the Manager 《后天经理养成之路》 让管理职员们获得管理心法与反思应用 本书作者是现在带领白人团队的 Facebook设计部副总Julie 卓朱里 今天嗓子比较哑 请多包涵 本集是接续第40集 建议听完这集再回去听第40集 那既然声音真的是喉咙不太舒服 也可以用呼应的方式 这样听起来不会那么明显 你知道你职场的招牌优势吗? 你的职场差异化在哪里呢? 我们去餐厅就要吃他的招牌菜 我们唱K就要有自己的招牌歌 对不对? 而我们在职场中 当然一定要有我们的招牌优势咯 而上集读书会中 我们找出自己成功的三个招牌优势人格特质 以及三个阻碍自己的最大障碍 那么这集 这里会进一步的帮助我们如何去寻找真相 并且寻求反馈 step by step 以及告诉您 什么叫做Fixed Mindset 定型心态与Growth Mindset 成长心态 了解自己的招牌优势 加上心态设定的小拍包 新的心态思维 陪你创造全新的经验与美好 朱利说 为了发展我们的自觉 以及校准我们的优势和劣势 我们必须透过询问他人的真实坦率意见 来面对我们真正要的真相 但请记得 我们的目标 不是为了要寻求赞美 或寻求别人给我们的拍拍肩膀 鼓励一下 我们的目标是 为给我们的同事提供一个安全的机会 让他们可以诚实 甚至是残酷的诚实 来给我们反馈 以便我们自己能够获得最准确的真实信息 那么我们开始咯 与收集反馈的方式相同 你可以透过以下的策略来了解自己 首先有一个人一定要纳入进来 就是你的主管 没错 那另外呢 再选择三到七位与你密切合作的人 不管是同事啊下属 或者是跨部门的主管 就是有密切合作的人都可以 好 首先呢 先请教主管两个问题 第一题 你认为我有没有哪些机会 可以做更多我擅长的事呢? 如果你是管理职 也可以问问你的上级 是什么事情造成你没有办法得到最大的影响力呢? 例如是管的太细 信赖感不足 还是 漫无张法玫瑰玫菊呢? 第二题 你认为在我这个职务中的最适合人选 他们会具备哪些技能? 哇 这个非常适合用在面试哦 对于这每项技能 想请您用1到5的等级 给我做打分评量 假设你的职务是一个行销人 然后主管说 这技能呢 应该是要具备规划力 简报力 数据分析 执行力 这四项 那么你就可以请主管针对你在这四项上打一个评量分数 最低是1分 最高是5分 选择3到7个与您密切合作的人 不管是同事或下属都可以 请询问他们是不是愿意分享一些意见反馈 来帮助你改进 即使你的公司已经有一个360度的feedback 作为你们的年度阶效考评 但这个私底下的反馈 它会更具体说明你想知道的内容 你可以用你平常习惯跟他们联络的方式 例如email还是用讯息 还是讲电话 还是当面都可以 并且保证你正在寻找诚实 而不仅是拍拍一杯啊 这种鼓励的好听话 那我们来看看Julie给我们的实际范本 如何邀请一个诚实的意见反馈 我们用下面的例子 嘿某某人 我很重视你的意见 我想成为更有效率的团队成员 你愿意回答下面的问题吗 我希望你尽可能的诚实 因为诚实对我会最有帮助 我保证你说的任何话都不会冒犯我 意见反馈是我的一个礼物 也再次感谢你抽出宝贵的时间 好 之类在这边给我们四个具体问题的举例 第一 在我们共同合作的最后一个专案中 你认为我在哪方面产生了影响或贡献呢 你认为我可以做些什么来产生更大的影响力 第二 在我的团队中 哪些方面我做得很好 而且你希望我在这方面可有更多的琢磨 而又哪些是你觉得我该停止不要做的 第三 我正在学习在工作上要更加的自信果断 你觉得我在这方面做得如何 能不能请你提供一些让我在这里可以做得更好的建议 第四 要求针对特定任务的反馈来较准自己的特定技能 例如 如果我不确定自己的演讲能力如何 我可以在演讲后跟几个人问说 我希望可以提高我的演讲技巧 你认为我在台上简报如何呢 有什么建议可以让它好上两倍呢 好 朱莉提供了给我们四种很具体的问题举例 对不对 但朱莉也知道你的挣扎 去要求反馈真的是很难的 你可能已经记下了上面的执行方法 并且在考虑执行这些建议的时候感到畏缩 这都是正常的 因为朱莉也花了好几年才习惯从其他人那里去征求反馈 朱莉说这可以追溯到她之前的冒牌者正后群 我一直担心自己不够好 所以我回避了任何可能会证实我不够好这个观点的事 对我来说 当我意识到我需要改变我的心态时 突破就来了 如果我将每一次的挑战都看作是对自己价值的考验 那么我就会不断的担心自己的立场 而不是去想如何改进 这就像你只在乎考试成绩 而不是你是不是真的有学到东西的这种概念 所以呢 无论我在任何特定的技能上有多好或有多坏 我有能力提高的这种想法 就会让我可以带着好奇 而不是忧虑来学习 或者来迎接挑战 那么焦虑的自我评估这种恶性循环就会被打破 就是说 做这个私下的诚实反馈的回报是很惊人的 如果我没有邀请同事的评论 我永远都不会知道 啊原来我给出的feedback经常是含糊不清的 那当我听完了或读完了他们给我的诚实评论 也让我能够努力去使我的观点更加的精确 也更加的可执行 现在这一点呢被称为我的优势之一了 不知道你听到这里会不会觉得很奇怪 诶之前不是一直说要发挥优势好过补足弱项吗 的确在人格特质是讲没错 优势上的发挥的确CP值是比补足弱项高出非常多倍的 就好比呢内向的领导者跟外向的领导者 他们都可以训练自己有着清晰的表达能力以及沟通能力 所以呢技巧跟技能这一类我们还是可以多练练的 终成休息时间 又到了我们的1-Minute Business English Zach有几周没有出现了因为他去度假了 我特别喜欢他传给我的Mexican food 他回来也很想念大家 It's time to welcome our good friend Zach He's American He has a master's degree in finance And currently works for an engineering company in Maryland Hi Zach, long time no see How was your summer vacation? 大家好,好久不见 I had a summer vacation in Florida And I had a nice time at the beach Wow, did the pandemic affect your vacation at all? No, most people have gotten the vaccine And people are not as scared as before Sounds great! So Zach, would you please teach us about the managing up? 向上管理, M-A-N-A-G-I-N-G-U-P Sure, managing up means To build a successful working relationship With a superior, manager or an employer Managing up 与上司、经理或雇主建立成功的工作关系 也就是向上管理 My co-worker is known for his ability to manage up He knows our boss's needs very well And our boss tends to rely on him the most My co-worker is known for his ability to manage up 我的同事以向上管理能力著称 He knows our boss's needs very well 他非常了解我們老闆的需求 And our boss tends to rely on him the most 我們老闆往往最依賴他 Henry is terrible at managing up Henry doesn't want to talk to his boss So he does not have a good relationship with her Henry is terrible at managing up Henry的向上管理很差 Henry doesn't want to talk to his boss So he does not have a good relationship with her Henry不想跟老闆說話 所以跟他關係不好 Alright, and that's all for today Thank you so much everyone for listening And have a great day Thank you, Zach See you next time See you next time 這裡朱莉介紹到一本書 是比爾蓋茨所推薦的成功心理學書籍 在全球熱銷了180萬冊 這是什麼書呢? 英文書名叫Myset 中文翻譯叫做《心態至聖》 全新成功心理學 在這一本書中 心理學家卡羅爾 他描述了兩種不同的心態 他稱之為定型心態 Fixed Mindset 還有成長心態 Growth Mindset 有興趣可以參考 我把補充資料放在資訊欄 是一個五分鐘YouTube的英文影片 所以請打開 它有中文字幕的部分 要點一下才會開啟喔 現在請跟我做一個小測驗 來看看自己是屬於哪一種心態 好的 下面A、B兩個選項 請問你比較同意哪一項呢? A 我們可以一直學習新事物、新技能 但智力是個人基本素質 沒有辦法有多大的改變 B 不論你是哪種類型的人 總是能夠明顯地改變 好,你是選了A還是B呢? 如果你選的是A 那麼你就是偏向定型心態的人 認為聪明才智是天注定 永遠無法改變 定型心態的人呢 會覺得失敗就代表著不聪明 就像前面遭遇挫折的同事 會將失敗歸於自己不聪明 如果你選B的話 成長心態就是認為天賦只是一個起點 成功是要靠努力 認為成功是指做到最好的自己 而不是比別人好 將挫折與失敗視為挑戰 只有盡一切努力才有可能成功 認為每一次遭遇挫折都可以 從中間找到改善方法 是一個不斷自我精進的工作者 好,讓我們一起來動動腦 來想想看下面幾個情境 如果是你的話 再次確認你是定型心態還是成長心態呢? 我們來看情境一 當你完成了一項任務之後 你的主管給了你一些改進的建議 定型心態的人會覺得 哦,我真的搞砸了 我的主管一定認為我是一個白痴 而成長心態的人呢 會想 我很感謝我的經理給我了這些技巧 現在我所有未來的任務都會變得更好 記得我們之前從主管的角度 講過建設性反饋對不對? 前面幾集 但我們有一個怎麼樣的耳朵 也是很重要的哦 回想看看 如果老師在馬來的課 知道我們要如何改進我們正在做的作品 定型心態的小明 他可能會認為 哇,老師你在批評我欸 我根本不想聽 有成長心態的小華 他卻會想成 哦,這是在幫我改進我的作品 而這些批評呢 也不是在評量我 而是我這一天的作業成果 感覺到差異了嗎? 有時候我們是不是也會把建設性的反饋 聽成是在批評我 如果我們沒有一個受教的耳朵 就會很難分辨對不對? 所以虛心加上明辨真的很重要 也是需要沉澱自己才能夠更清晰哦 好,我們來看場景二 你被問到是不是願意去主導一個 有風險又有挑戰性的新專案 定型心態的人會想 嗯,我最好說不要吧 因為我不想失敗 也不想讓自己難堪 成長心態的人會想 這是一個蠻好的機會哦 可以擴展學習新事物 並且獲得主管跟其他大型專案 所需要的經驗 場景三 你正在做個提案 然後你的主管這樣 他要看你的進度 定型心態的人會想 欸,我還沒做完耶 我現在不想像這樣展示任何東西 因為我現在的簡報提案 還在一個很rough的狀態 這樣子會讓我看起來很糟糕 成長心態的人會想 嗯,這樣的feedback可能會對我非常幫助哦 事實上,我應該與更多人分享我早期的想法 這樣我就可以提前解決任何天在的問題 看到了嗎? 你所擁有的視角改變了一切 如果你帶著是定型的心態 你的行為會受到恐懼支配 害怕失敗 害怕判斷 害怕被發現是一個冒名者症候群 也就是其實你沒那麼棒 但我想要告訴你 不是不好 只是還沒 是還沒 變得更好 有了成長心態 你就有動力去尋找真相 並且尋求反馈 因為你知道這是最快可以帶你去你想去地方的路径 下周我們在Mixabox的VIP 線上職場諮詢室會跟大家分享進階篇如何透過三個步驟 教我們怎麼樣來鍛鍊自己的成長心態 好,伯克來說呢 這本書是比爾蓋茨年度唯一推薦的成功心理學書籍 不僅在他的演講非常受到歡迎 全球熱銷180萬冊的Mindset 心態至盛 這個中文翻譯也是非常貼切 William James他曾說 思想態度決定行動 行動決定習慣 習慣決定性格 而性格就決定命運 很熟悉的一句話對不對 相信我們的心態設定鍛鍊得好 最終你會更進步 你的命運也會更精彩更美好 有些人朋友 只需要到Mixerbox參加任何一個付費方案的VIP 都可以免費參加 如果你時間沒辦法配合 還有回放音檔可以無限複習哦 參加網址請到資訊欄 如果你對我們節目有任何的想法 或者你覺得我們節目有帶給你一些收穫 都邀請你到我們Apple Podcast 給我們五星評分與留言 如果你還沒有訂閱過 也麻煩你免費點點訂閱或關注 再把這個節目分享給你身邊 你認為會有需要的人 也歡迎免費加入Instagram 你可以在臉書上直接搜尋 用聽的哈佛聲館讀書會 就可以找到我們 我相信只要你願意給予 加入社團會給你更多的收穫哦 最後要邀請你 現在就來幫自己加分 期待透過知識價值的傳遞 讓你可以在贊助方案中得到最大的受益 現在回到資訊欄裡面 點選YouTube有兩分鐘 3D卡通人物的說明影片哦 我知道你是非常非常忙碌的 但是你卻選擇收聽我們這一集的節目 非常的感謝 而且你也是最棒最優秀的 不是你想的領導力 是能讓你用聽的管理讀書會 輕鬆就能讓你應用在職場上 祝福你有一個很棒的一天 我們下次見 歡迎收聽賽歐的遲程人生 Hello 大家好 我是Celsior 非常高興又在這邊跟大家空中相會 今天我們來聊一個輕鬆的話題 我們來聊聊敞篷車 我相信大家對於敞篷車一定都不陌生了 基本上敞篷車就是車頂可以打開的那種車 但是儘管不陌生 可是你是否有開過敞篷車呢? 你是否知道敞篷車有什麼美好 有什麼不讓人又愛又恨的地方呢? 我們今天好好來跟各位聊聊敞篷車 是個怎麼一回事 好 我相信我們現在路上 其實敞篷車的數量一直以來都沒有很多 尤其我們這幾年天氣這麼熱 空氣污染這麼糟糕 開敞篷車大家會覺得說 那我不就跟騎機車一樣了嗎? 風吹日曬雨淋對不對? 所以長年以來大家都會有一個觀念 覺得說敞篷車會不會漏水啊? 像我自己有開敞篷車 常常車友就問我說 你這個車會不會漏水啊? 基本上我們對於這個問題 我們都會跟他回答一句說 你覺得騎摩托車會不會風吹日曬呢? 敞篷車漏水這個太正常了 這個也算是我們自己苦中作樂了 基本上沒有一台敞篷車不會漏水 當然我不是講新車了 基本上敞篷車它久了 它一定會漏水 這個沒有辦法 而且它風切的聲音一定會很大 所以敞篷車既然你要開敞篷車 你下雨天開敞篷車幹什麼呢? 我都會這樣問他們 你問這個問題是不是 我怕下雨天不能開 下雨天你開敞篷車幹什麼? 你今天有汽車可以開 你下雨天騎汽車出門幹什麼? 對不對? 敞篷車這個車它就是一個架子用車 它就是個fun car 它就是個玩具 它就是適合什麼呢? 適合天氣不要那麼熱 也不要那麼的冷 然後把車棚給打開 然後去享受這些陽光 享受這些微風 享受路人讚歎的眼光 那麼這個敞篷車 它是個不折不扣的玩具 而且這個玩具 它絕對不會讓你失望 為什麼呢? 其實我都常常去享受這個敞篷車 它帶來一個什麼? 叫做療癒 你今天把這個棚蓋打開 你會發現你的視野 忽然變得非常的遼闊 像我很喜歡開敞篷車的時候 停紅玉燈的時候 故意把頭往天空這樣看 看看藍天看看高樓什麼的 那個真的是非常的舒服 不管今天你心情好還是心情不好 其實開了敞篷車之後 你都會覺得自己被療癒了 被治癒的那種感覺 當然各位一定會覺得說 天氣這麼熱真的可以開嗎? 其實我剛剛有跟各位講 敞篷車適合在沒有那麼熱 跟沒有那麼冷的時候來開 我的經驗 基本上如果外面室外的溫度超過31度 我就不建議開敞篷車 為什麼?因為真的很曬 你會說敞篷車的冷氣夠不夠? 當然不夠 你今天把棚蓋打開 冷氣一開全部都吹掉了 不過反過來 敞篷車是不是也不能在太冷的時候開 當然如果今天外面寒流10度 5度什麼的當然最好不要開 你可能會感冒 但是如果外面的溫度 基本上以我的經驗 外面的溫度如果在大概13度以上 你是可以開敞篷車的 怎麼說呢? 這個時候你就可以利用敞篷車的暖氣 暖氣拿來吹 就那種感覺有點像什麼? 有點像我們夏天 蓋著大棉被吹冷氣在家裡面睡覺 或是吹著冷氣吃火鍋那種感覺 有點像 基本上敞篷車一般的 比較近代化的敞篷車 它針對這些冬天的暖氣 它有比較做特別的強化 畢竟敞篷車比較大的市場 還是在歐洲還是在美國 對於他們來講可能一年最高的溫度 也就20幾度 那可能就那麼幾天而已 所以他為了要強調 他可以使用的時間性更長一點的話 所以其實歐美的這些敞篷車 他們對於暖氣的強化 暖氣的這種送風什麼的 他們是有更加的著重 甚至有些近代的一些車子 它還會在你的頸部這邊多一個出風口 避免你這邊去著涼 當然敞篷車本身 因為它的空氣力學的關係 它只有一個A柱而已 所以它很容易氣流通過A柱之後 會回捲造成一個亂流 所以有很多敞篷車 它也會選配一個叫做擾流板 就是把這些亂流整理一下 一般你可以去選配這個擾流板 那你的頭髮就不會亂吹 那麼你的風 基本上你的後腦勺 也比較不會被打到風 這個對健康也算是 比較有幫助的一個地方 那麼比較有趣的是什麼 各位一定會覺得說 那敞篷車遇到下雨天的時候 這個會漏水嗎 我剛剛講過 是的沒錯它會漏水 不過敞篷車還有一個很好玩的東西 是什麼呢 理論上敞篷車它是有一個風阻的效應 所以其實我都玩過好多次 如果你的速度保持在一定速度以上 其實你下雨天是可以不用關棚的 這個我真的玩過 那我的經驗是這樣的 除非下的雨非常非常大 基本上一般的雨是 你只要在高速公路時速不要低於八九十 其實你是可以不用關棚的 真的可以 為什麼因為照那個氣流的效應 你基本上只有一些亂流 會捲一些這個雨水的這些碎末 這樣跑進你的這個後腦勺這邊 就是回捲一些水花的碎末 可是你基本上你駕駛長不會試掉 但是你一定要保持在時速八九十 不然的話你時速太慢 那個水真的會跑進來 那個空氣力學沒那麼好的天氣下 水會直接打進來 那個就比較不好 因為其實敞篷車它多少它的內裝 有做一些防水的一些措施 但是它也只是防一點毛毛雨 你說這大雨這樣滂頭灌下去 當然是不行的 因為我們知道汽車也是很多電子零件 都電子產品 所以敞篷車在這種大雨之下 其實我們也不是很建議 你真的就像我一樣去做這個實驗 我當時真的是太無聊了 而且當時我是開高速公路 那個實驗過程真的是很刺激 怎麼講 就是你看到前方有烏雲 然後因為我正好要開長途 因為我本身平常常要往來南北兩地這樣子跑 你就看到 比方說開到台中的時候 看到前面有烏雲一塊 怎麼辦呢就跟它拼了 反正台北應該不會一路這樣下雨下到台北 跟它堵了 然後你要堵什麼 高速公路不會堵車 然後就這樣跟它衝 然後你在衝的過程當中其實很好玩 很多開那種貨車大車的司機 就會跟在你後面 他們應該是看熱鬧覺得說 哎呀這台敞篷車是不是壞掉了 是不是 這個結構不行了 這個關棚關不起來才要這樣子開了 其實不是 我要跟各位講 其實這樣的玩法很刺激是什麼呢 因為第一個 你並不知道前面會不會回堵 對不對 第二個你並不知道台北是不是真的下的大雨 當然 當然我事前都有先做好功課 先看好氣象報告 只有中部這段下雨 我才敢這樣子玩 更重要是什麼呢 你自己也不是非常確定說 真的這樣子開 是不是真的水就不會進來 因為每次都有每次不同的變數 但是我覺得是這樣子 當你在開的時候 你當然會覺得很緊張 也會覺得很刺激 可是當你真的衝破了這些雨區 達到了前面的新的柳萬花明 這些太陽重新綻放的時候 那種感覺真的是無與倫比 所以我就覺得這種感受非常的有意思 所以有機會 我就常常會這樣子幹 就這樣玩上瘾 為什麼 就好像我們在人生 你遇到一些挑戰 你看到前面有一些荊棘 有一些崎嶇不平 你選擇勇往直前 然後你去衝 你在衝的過程當中 你會感受到很大的壓力 可是等到你衝破這些難關之後 豁然開朗 你人的心情就更加的愉悅 你覺得你的心境又提升了 我覺得敞篷子在下雨天玩這種 衝這種下雨有這種感覺 當然我還是跟各位講 要記得要做好萬全準備 只要抱著必死的決心 如果真的不行的話 那趕快還是開敞篷車 遇到下雨天 那還是趕快停到路邊去 把這個篷蓋關上來 因為我除非是刻意這樣子去玩 不然我平常遇到下雨 也是趕快把篷關起來 趕快把車子開回家 為什麼 敞篷車就不是給你下雨天開的 因為敞篷車多多少少 那個久了膠條會漏水 膠條會有些異音什麼的有的沒的 就算我們現在路上有些標榜 有些車子是電動硬頂敞篷 他標榜說我們比軟篷隔音更好 我們比軟篷的風切聲更小 我們比軟篷更不會漏水 我跟各位講了 那個久了 因為你金屬跟金屬 本身銜接的部分 你還是膠條 你不像我們一般的這種硬頂跑車 這個車頂可能是一塊板件 這樣組成的 比較不會漏水 敞篷車那個漏水 那個是很正常的事情 但是相對的敞篷車 可以讓我們享受這種開篷的快感 像我剛剛講的 有時候衝過雨區 那種流暗花明的感覺 這是我覺得敞篷車 非常大的一個樂趣 另外一個敞篷車的樂趣是什麼 大概你在清晨或是傍晚的時分 你開著敞篷車 我們知道了 清晨傍晚的時分 太陽是斜的對不對 然後你看著這個太陽照著你 正好它可能在你的 比方說在你的右後方 你開在高速公路也好 高架橋的內線車道的時候 你維持一個速度 然後你看著你的身影 你的倒影就導映在高速公路 內側的護欄上面 這個感覺真是非常的棒 尤其是什麼 尤其是黃昏的時候 正好天色也是昏黃的樣子 真是非常浪漫 所以我常常也是利用傍晚的時分 開著篷出去外面 Happy一下 開心一下 當然敞篷車 也不是只有這兩個樂趣 其實各位要了解 我們在車身結構來說 敞篷車它少了所謂的B柱跟C柱 也就是說它的力學 你今天從車頭開始 或是從底盤開始的震動 你往上往後傳的時候 基本上敞篷車它傳到A柱之後它會反彈 所以在敞篷車我們一般來開 它在某一個時速都會產生一個斜震 這是個正常的狀況 為了避免它車身的變形 其實對於車廠來說 今天要製造一台敞篷車 絕對不是說 那我把一台硬頂的車子把它頂切掉 這樣就可以當交錯了事 絕對不是這個樣子 其實敞篷車正因為它只有A柱 所以它整台車為了要抗扭曲 它的車身強度是很強的 像我們一般拿來上課 B&W3系列 它敞篷車的車身底盤的結構 跟它的性能版的 為了M3的強化成功是差不多的 甚至可能會比M3更強 為什麼?因為M3這種性能車 它只是引擎動力大 所以它車身要承受的這些力道 是來自於引擎的動力的提升 可是對敞篷車來講 扭曲性的來源是來自於地面這些震動 這些斜震還有這些共振的這些問題 所以敞篷車本身它剛性要很強 換句話說 你同樣在開車 你會發現敞篷車它的底盤是更加的安穩 它底盤的這種 尤其在我們山道上過彎的那些表現 是更棒的 所以其實我以前我價值也是蠻喜歡說 找個三五好友 大家一起開個敞篷車 出去山路這邊兜兜風什麼 那感覺真的是非常的美好 尤其是什麼?像我們剛剛講的 敞篷車打開就是一個療癒 你可以看到大自然 你可以呼吸大自然的空氣 你可以跟大自然做最親近的接觸 然後再去享受它的底盤的操控 這些樂趣什麼的 那真的是很棒 當然我們常常看一些西部片 就是美國西部片 就開敞篷車 一隻手開著 一隻手在門外那邊晃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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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晃 當然了門外晃晃晃晃晃 這種事情在台灣是違反法規的 不過這也可以說明了 為什麼你大部分看到敞篷車都是自動排檔 不是手動排檔 為什麼? 手動排檔就不帥了 敞篷車最適合怎麼樣 你紅綠燈停在排第一個 然後那個綠燈一亮 然後你就油門輕輕踩 這樣子不溫不火的 優雅的這樣出去 而不是說你這樣開出去還要在那邊換檔 這樣子我覺得就有點落差 當然這是我個人的想法 而且現在基本上 不要說敞篷車 你一般的轎車要去買到手排都不容易 所以其實敞篷車本身 它出手排的就不多了 那我們現在路上看到這些敞篷車 應該都是自排的 我自己買的敞篷車也都是自排的 我覺得這樣子才會符合敞篷車這種 cozy 這種愜意的一個感受 當然 其實嚴格講起來 敞篷車這個東西它的玩具性很重 其實這幾年 在市場上已經幾乎沒有敞篷車可以供應了 你基本上在市面上 你可以看到敞篷車 可能就是 Benz BMW Audi 還有一些高級 像 Bentley Aston Martin 這些跑車 一般那種評價像 Toyota Nissan 那種廠門跑車已經非常少 甚至這些車廠都不出了 為什麼 因為很簡單 現在這種年代 大家會覺得說 我幹嘛花那麼多錢去買這樣的玩具 我還不如去買一台休旅車 一台第三台 如果真的要做它玩具的話 我買一台更大馬力的休旅車 平常要是家人不在車上的時候 我還可以偷偷的踩一下 對不對 所以這幾年各位可以看到 休旅車越賣越好 然後這種性能標榜的這些休旅車 也賣的相當的不錯 所以廠門車其實慢慢的在市場上視為 畢竟它比較不適用 尤其有些廠門車 他為了追求他的這個車身的這種樂趣 其實你可以發現 廠門車通常都不是很大台 除非像那種賓利勞賽斯 那種真的是有錢到不行的這種車子 一般的廠門車它基本都做一個小巧玲瓏 所以廠門車它還是有實用性的缺點 首先第一個 它很多廠門車子 它的座椅是不能傾倒的 也就是說 像我這個人身材比較大隻 所以你在開長途 有時候我累的時候 不好意思 那個椅子還是只能這樣直挺挺的 你沒辦法這樣倒下去去睡覺 這比較麻煩 那當然了 大部分廠門車的後座 基本上只不太適合承載活人 少數的車子有標榜它是四人座位 但是這種廠門車比較不多 更重要的是什麼 廠門車因為它有它的廠門 收納的結構的裝置 所以它的行李箱空間 通常會比一般的車子來的小 像我自己的廠門車 就是我一人份的行李 沒勉強一點 你兩人份的行李 基本上你就不太好放了 那麼另外一個是什麼 廠門車本身 當然我們現在市面上 還是少有一些廠門車 它是做一個手動 就是你用手去拉的 可是我們都知道 廠門車我們剛剛講 要開就要開得優雅 Elegance 所以大部分的車廠會做軟頂 電動的硬頂 讓你按一個按鈕 就跟金剛變身一樣 玩給大家看 但是相對的基本上 你多了這些結構 不好意思這個東西也是個耗材 像我們一般的電動的廠門 它大概分成兩種 一種是拉鋼索的 一種是油壓鋼的 以我們現在比較新款的車 應該都是油壓鋼的 為什麼 因為廠門的結構非常的複雜 它有些安全的考量 所以它的結構也很重 用鋼索基本上拉不太動 它用這種油壓鋼的這種 9090這個油壓鋼都會漏油 所以這個油壓鋼 也是一個開銷 以我的經驗 廠門車的油壓鋼 老了之後 大概每兩年就會爆一次 每兩年就要重新做一個 耗材上面的更換 不然你的廠門可能開到半 卡住了就卡關了 你可能就比較麻煩一點 當然它的原廠都會有設計說 你如果廠門卡關的時候 你用什麼方式去手動去急救 不過因為油壓鋼它的壓力很大 你用手去推 就好像我們停電的時候 你鐵捲門不是旁邊會有鐵鏈讓你拉嗎 拉到你爆掉為止 這個之前停電的時候 我就有拉過那種鐵捲門 那個鐵鏈真的會拉到你 手都汽水泡 那個鐵捲門在身上那邊一點點 那廠門車如果你電動的結構壞掉的時候 它的手動的急救的方式 其實也是會讓你非常的吃力 不過我們常常講 你有享受你一定要有付出 相對你有付出你已經有享受 你要享受這個廠門車眾人羡慕的眼光 你要享受這種廠門車帶來的療癒 當然你多付出一些 我覺得這個並沒有什麼 並不足以為過了 而且其實廠門車在中古市場 相對比一般的轎車跑出來的更加保值 因為它多了這個功能性 所以我們今天就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自己在開廠門車 廠門車所帶來的美好 還有它令人又愛又恨的地方 希望大家可以透過這段文字 透過這段語音也可以感同身受 一起來幻想一下廠門車它的愛與恨 好 以上是我們今天的節目 我是Celsia 非常感謝各位的收聽 也希望各位繼續支持我們其他精彩的音頻節目 我們下回再聊囉 掰掰 您好 我是肉依 我們剛剛聽到這次薩提 Erik Satie這位法國的作曲家 她所寫的Gynosean舞曲第一號 Gynosean是什麼意思呢 它是來自希臘文 它沒有特別的意思 我們的作曲家就是喜歡它這種獨特的拼音的方式 當然你會覺得這個音樂聽起來很有異國的情調 也許就像莎士比亞他的作品裡面 他通常都會用一些特別的程式來描述一些特別的情感 Erik Satie他從小都被老師說他是一個懶散的學生 他一點都不懶散 只是他喜歡別人看不到的東西 別人聽不到的東西 別人感受不到的東西 因為他是音樂家 他的環境旁邊全部都是畫家 甚至他一生最愛的女人 他想要娶的也是一位畫家 當然最後他沒有娶到她 Sati一生都是單身 而且是孤苦而死 他寫的曲子呢 他寫的曲子呢 卻被所有的人都喜歡 尤其是剛剛的這一首Gynosian舞曲 或是曾經我們聽過的Gynopedi舞曲 經常的被用在電影、電視 你在什麼地方都會聽到 所以Sati他當時就說 我要寫一種音樂 就是你不會去注意它 可是你到處都聽得到 最後他就是陪伴你的最好的朋友 怎麼說呢? 我想應該有一部電影 大家應該都要去看 叫做The Painted Vale 面紗 它是由一本小說 也就是英國的作家毛木 他所寫的 為什麼叫做面紗呢? 因為這是根據英國的另外一位詩人雪來 他所寫的一首很有意思的詩 跟這首曲子我覺得有密切的關係 這首詩叫做面紗 他說別去掀開 塗著顏色的面紗 因為這個面紗叫做人身 它有著無數的面貌 它會根據我們想像的樣子 隨時改變 不同顏色的組合 在它的空隙裡面 隱藏著恐懼、希望 這兩種極端的命運 影子編織的裂痕 黑暗與悲傷 有人告訴我 他曾經掀開過那個面紗 這個人 有一顆溫暖的心 充滿無限的愛 但他卻發現了一個殘酷的世界 經過了許多 黑暗的影子 他發現了明確的缺陷 在這悲慘的螢幕 靈魂還是勇敢的奮鬥 在這裏 像說的牧場 刚刚那首诗《面纱》成为毛母她的小说 后来拍成电影 她来讲一位女孩子她的成长 有一位漂亮的女孩子 她年轻的时候她会弹这首曲子 然后她觉得自己好漂亮 她好骄傲她的青春 所以这首曲子就成为了她青春的壁纸音乐 当她结婚之后 她随着她医生的先生到一个有霍乱的地方 她在那边原本没有事做 可是后来她发现了孤儿院 你们这些必须要被照顾 需要很多爱心去照顾的孤儿们 哇 她转变了 于是她在孤儿院里面 找到一台非常非常破旧的钢琴 她就在这个钢琴上面又弹了这一首曲子 在电影里面 那时候她已经是一个不一样的女孩子 她已经成为面纱里面另外一位女孩子 而这个音乐永远陪伴着她 所以面纱跟这首曲子成了最好的伴侣 有时候你会觉得壁纸或是背景不重要 其实它很重要 因为它就是环境 摄影一样 Versuch Gnossian剧曲 Erik Satie 的作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